记者张瑞甄台中报道,甄凤刺台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第一中队巡逻至中市北区建一辆车违规停车红线上,两名小鲜肉在车内聊得很起劲,警方查获车内有毒瓶玉摇头丸,怪异的是两人的手机背后都有从观音妙求得的平安符,这两名小鲜肉坦诚说他们带着毒瓶玉摇头丸,又去开毒趴, 事前先到观音妙求得平安符,祈求保佑吸毒能平安,却没想到事与愿违,生命不保佑,平安符上面的观音妙致力,能救世间苦牵尸对照两人吸毒行为,显得相当疯似。 市警局保大第一中备本月5日巡逻经过中市北区中青路与太原路口时,发现一辆自早客车红线违规停车,上前蓝叉时,发现车上有两名年轻男子,驾驶懂男,18岁,于乘客称男,20岁,神色慌张,眼神不断游移闪躲,远景直觉有意,在车内发现,K他命是一包,毛重时期。 8公克,毒品咖啡包,共试气包,毛重56。 3公克,摇头玩4颗,与K谈一个等证物。 警方还差异发现,两人的手机上都有平安符,两人承认说,他们想开毒趴西毒玩乐,却又担心发生意外,在被查获的前一天,由董男去拜拜求得保平安,再分享给陈男,远景善意提醒说, 做坏事就算在前程求再多神明也没用,神明不会保佑吸毒做坏事,依毒品危害防止。 条例法办,烧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